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500开通抖音账号三个数据,即使它该有多火 粉丝一页破百万,网友强烈现日上开演唱会 500这位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今日正式的开通了自己的抖音账号 这一消息已经发布立刻引发了广大网友和粉丝的热烈关注 仅仅一夜之间,他的抖音粉丝数量就突破了百万大关 这足以证明他在乐坛的影响力和人气 首先从粉丝数量的增长来看,500在抖音上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他的粉丝数量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从领标升到了百万级别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抖音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不仅仅证明了500的超高人气,也反映出了他在乐坛的地位无可替代 其次,从互动量来看,500的抖音账号也表现出了极高的活跃度 他的每一条视频都能够吸引大量的点赞和评论 网友们对他的热情和支持可见一斑 这种高度的互动性也进一步证明了500在抖音上的火爆程度 从网友的强烈呼声来看 500在抖音上的火爆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许多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强烈要求500在线上举办演唱会 以此来回馈他的粉丝们 这种强烈的呼声也反映出500在乐坛的影响力和人气 500直播首秀推新歌 魔性口音逗笑全场观众 路转粉只靠一句话 在现实的社会中 普通话的重要性随处可见 这直接关乎到了人们的 不能听懂自己讲话 普通人尚且如此 一些从业与具备特殊性质的人员更是如此 比如歌手 虽然中国向来有俱俗语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但是对于歌曲来说 绝大多数听众还是希望能够听到地地道道的普通话歌声 稍微带点口音或许就会让歌曲变得味道 这点即使放在乐坛天王周杰伦身上也不例外 早期的周杰伦被部分听众诟病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字不清 胡伦吞枣式的快嘴和哼唱 如果不看着歌词听众基本 很难猜到周杰伦唱了什么 这点在后来虽然有所改善 但却也成为了周杰伦独特的风格 周杰伦也曾就这个问题给出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自己土字真的清楚了 歌就变了味道 无独有偶 在乐坛土字不清或者有口音的绝对不止周杰伦一人 比如中国摇滚教父 伍白老师也曾受过这种困扰 网上随随便便搜索歌星口音大概率都会出版线伍白的名字 印象中的伍白总是留着一头随性的长发 演唱会上随风 电风散 飘逸的发型 看起来格外的哇塞 一开口就是老摇滚了 奈何口音太重 有多少人在听伍白那首挪威的森林史 你让我将你心儿割下 听成了狼窝将你心儿戴下 机操物六 伍白老师的口音就是这么重 然而即便伍白口音如此之重 也影响不了他在中国摇滚乐坛上的领军地位 不仅仅是资历老而已 伍白的许多首歌曲都是经年曲目 流传甚广 或者可以说伍白本身就是红人唱将 每每举办演唱会 台下都是万人大合唱 就连人民日报都曾就这种问题报道过 为什么伍白有口音还会这么红 给出的答案是 唱歌口音重 但贵在真实 的确啊 伍白的歌曲真实不做作 看似没有技巧性 但实则创作出传唱度高的曲目 本身就是一种技巧 伍白的性格也同样不做作 前不久推广新歌 赴汤导火 各种跑场宣传都情理情为 甚至还入住了知乎 在与粉丝线上互动之余 也不忘了宣传一波 说到新歌赴汤导火 快手直播首秀期间 这首位金山石油的手游 风暴魔玉二 现唱的主题曲正式上线 无论是曲风 还是歌词都非常的契合 风暴魔玉二的主题 举起杯 胜利杯 引进万里千江水 喝一声 我兄弟 抖落风尘情和意 这款阔别十几年的情怀 向游戏本就以兄弟团队为核心 而伍白实实在在地唱出了心中的兄弟情 就口音问题 伍白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快手直播中 也没有丝毫的避讳 他本身说话便是如此 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粉丝们的调侃改变些什么 相反就像周杰伦的土字问题一样 伍白的口音也成为了他的特色 粉丝们说起这个问题是纯粹出于喜欢他而已 直播间里谈论和他朋友的事情时随口来一句 你戳到我了 弹幕瞬间开始疯狂互动 这模型的口音或许成为500G演唱会三件套之外的下一个名梗 段子手500聊这个话题一定少不了那个男人 有一个段子即说出了他的名字 也说明了他的影响力 那就是花500到现场 500听500的歌迷唱500的歌 此等盛况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 什么叫做开通演唱会最省嗓子的歌手 毕竟他的演唱只需要起个前奏就够了 剩下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台下的歌迷们自行解决 万人大合唱能够享受此等待遇的歌手 纵观整个华语乐台也是屈之可数的 毕竟一个歌手的演唱会上能够出现这种场面 只能说明他的歌曲传唱度极高 而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也就是在前段时间500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疯传 一般来说关于艺人的视频 要么能火 无外乎几点原因 要么就是丑闻 要么就是背后团队运作结果 要么就是高光时刻 但500的视频呢 明显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分类 他的视频能火完全是因为离谱 视频中的500挂着吉他的舞台上投入演奏 不难听出啊 演奏的歌曲正是他那首经典歌曲 《浪威的森林》 而当前奏结束 进入演唱阶段时台下的观众 就和事先约好的一样 开启了合唱的模式 逗逗500笑起来像一朵菊花 的确500的影响另一窗户想象 可以说80后90后乃至95后都曾经被他军训过 而他的歌曲啊 大多也都是这些极具传唱度的经典作品 诸如《浪人情歌》你一定听过 另外还有《爱你一万年》等 当然也包括那首《挪威的森林》 500还有一部分传唱度不高的歌曲 却被无数专业音乐人奉为经典 这也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做曲高和垮 而类似这样的场面 在500的演唱会上几乎常常都能够见得到 别人看演唱会都是到现场看歌手在台上卖力演唱 直到唱的嗓子都哑了才算值回票价 500的演唱会是粉丝花钱让500听粉丝唱 直到粉丝唱哑了才算是值回票价 因此500喜提挣钱最容易的歌手 这份殊荣 当然在此之前 挣钱最容易的歌手这份殊荣的拥有者其实是增益 但并不是因为凤凰传奇有什么合唱的名场面 而是因为增益和凌花作为组合 增益的词明显是有点过少 又几声就能够把一首歌顺利的对付过去 而如果要是细细的盘点500演唱会上的名场面 就会发现500绝对是个被他自己的音乐才能耽误的段子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哦